在每一个每一个那个上面都加上注决了 这个注决我已经尽量写的 写的非常虔诚意统 所以你只要有些地方 你将来可以拿这个当范本 自己再修改一下 至于每一段下方是什么意思的话 你可以大概知道一下 比如说这个取得网页中第几个 这个应该改一下 第五个 为什么第九个 因为之前我上课的时候 它是第九个 所以你会发现 因为你要抓别人的网页 你会有个问题 那个网页不是你做的 所以你要随时要调整 那是无可避免的 所以有时候如果那个网页改版 你要再找 找的方法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利用我刚刚讲的这一招 这一招其实 是蛮好的方法 记得直接在网页按F12 记得关键 这边会显示这边 这个叫F12 所以你按F12 F12就是把你的网页背后的原始码显示出来 那为什么需要原始码 因为我要找什么我要的东西 那我要找的是这个是在第几个Table 所以第几个Table的话 我刚刚讲你把它按F12之后 再按Ctrl-C Ctrl-F Ctrl-F呢 记得这边就出现这个东西 所以 因为那个不按快速键 我可能要找上面功能 上面功能 我习惯直接按快速键 比较快了 Ctrl-F在这 在哪里 这边应该有了 只要找一下 只是我习惯就是按Ctrl-F Ctrl-F 然后直接找什么 找哪个Table 就是T A B L E 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会显示出 你这一个网页里面 总共有7个Table 然后你现在目前在找到的位置在第几个 你可以按这个箭头再去找 你的表格在第几个 其实如果你要找第二个应该也是可以 只是说你要再往里面找 我的习惯就是让它 直到找到没有为止 第五个 再下去 那它就跳 跳底了 所以理论应该是在第五个才对 OK 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找到之后 那你会发现呢 它会跳到哪里呢 这个黄色 其实就是这个区块 也就是说你现在需要的程式 就在这个区块里面 那甚至你可以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边这个区块的程式按右键 你甚至可以把它copy copy之后的话 copy element element就是这个里面的所有程式 你可以再把它贴到哪里呢 也许你可以把它贴到 我是建议你干脆装一个 那个记事本加加会比较颜色 假设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贴到那个 所谓的记事本里面贴上 你会发现 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要的那个element 就是我们要的这个 这个算是网路上的元件 找到了 就这个区块 那我现在呢 因为里面有太多东西了 那我需要什么 再把我要的部分抓出来 我要的部分在哪里呢 第一个th th就是一列的意思 ok 也就是说我要的是在第一列 第二列在哪里呢 因为这个有开头 这一列的开始 这边有这一列的结束 中间的话呢会有th th的话就是栏位名称的储存格 再来底下的话又有个tr tr就是下一列 然后呢后面就是td 所以呢我必须把里面的资料 逐一逐一的抓下来 抓的方法特别注意哦 接下来要怎么抓它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这边选取 按右键 你可以检查 检查的话它会跳到什么 跳到你目前这一个选择这两个字 它在那个程式里面的位置 在这里 它实际上是th 然后里面的东西 加上那个什么翻译 th就是开头结束 上面会有个tr 你又要放上去 它也会显示出 你现在就是这一列 这一列ok 那也就是说呢 那我程式该怎么写 基本上哦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难度比较高 所以我直接叙述一下 所以我第一个 我们先抓到table了 所以意思是说 我把那个table里面的所有的程式码 都放在这个物件里面 tbl 所以tbl里面放什么 就是放这些东西 好 那等于是有点像缩小范围了吗 等于是说 我们本来网页里面有这么多程式 那我现在只有抓到中间这个区块的table 然后我要的东西又在里面 所以一个一个慢慢把它找出来 ok 好 那我把它放在这里 接下来我要找什么呢 找这个table里面的什么呢 tr 有没有看到刚刚有个tr tr是一样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一列 这个是table整个嘛 下面t bar这不用管 tr就这个 意思说这一列 这一列里面又有th 所以我要把这一列先抓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th里面的东西帮我选 帮我把里面 像股票代号时间等等抓出来的话 那我程式该如何转写 接下来就跑个回圈 从哪一个呢 从这里面所有的列 一个一个 从零开始 所以后面legs总共有几个 总共有几列的意思 减1 然后再把里面的td抓出来 可是有里面可能有td 也可能有th 像这个上面这边叫th 有没有 这边是th 那底下这个台泥这个按右键 检查一下 这个叫td 那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这个也是做网页里面 反正是储存格 在栏位名称叫做th 下面的话都是叫td 这个可能是 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是固定的名称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抓的话 那我就跑个回圈 把里面每一列先抓出来 抓出来之后 再把里面的td抓出来 td里面的那个资料抓到之后的话 然后呢 但是有一种可能性 如果抓不到td的话 那你再帮我找找看有没有th 所以底下这个叙述是 如果我如果找不到td 那你就换一个方向 找th 或者这边其实可以改写成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有th就抓th 如果没有th就抓 这也可以 然后呢把里面 里面的赤抓出来的话 叫做inner test的一个属性 把里面的资料抓出来 所以他一个一个帮我把它抓出来 直到资料 全部抓出来维持 那这个可能比较抽象 所以我这边干脆我这边 把程式稍微中断一下 跑给各位看一下 大家应该会比较清楚一点点 所以这里的话我就让他run一下 先到网路上去抓 把这个table呢 帮我抓下来了 OK 抓下来之后的话呢 帮我找找看里面